好 再来看到 Web Bush药署在10号公布了 这国产疫苗紧急使用授权EUA的审查标准 那国产疫苗高端在当天下午宣布是解盲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到 其实外界质疑不少 包含了蔡总统她现在怎么说呢 她说国产疫苗的EUA 要依据国际科学标准来审查 但是FDA说两家国产疫苗厂用 是免疫桥接取代三期临床试验 来作为受EUA的台湾标准 那国际标准到底有几个呢 您看到这位是院士 院士就说了 只有一个国际标准 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后来做其中分析 这么一来才能够证明 有效性跟安全性才会给出EUA 好 现在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教华就质疑了说 审查标准没有依照规定公告 60天就公布适用 这就是不合法的黑箱作业 不但没公告 就连公听会听证会都没有 因此他要求食药署撤销EUA的审查标准 并且尽快的要向国外来购买BNT 莫德纳等疫苗 不要让大家让国人成为国产疫苗的白老鼠 而在食药署长吴秀梅也回应了说 这个审查标准一向是很严谨的程序 而且审查标准并非是法规 从过去到现在都不需要走所谓的公告流程 好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要请到民党立委的这个蔡壁如 毕如委员要来跟大家来谈一下 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 这个国产疫苗所谓EUA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国际的标准 是只有一个刚刚院士是这么说的吗 我们今天跟我们视讯的对象 是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毕如委员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这样子的 大概根据医药法规 剪辑授权这个部分 他是没有规定公告时间了 不过刚刚有 其实这几天有很多的 不管是专家学者都会出来抨击 这个食药署在6月10号 6月10号就是高端 要解盲的当天 结果他早上10点在食药署的网站 公告了一个 他的所谓的 申请EUA的一些规范 那 在那个下午的时候 我有在委员会我有问次长 我说你这个根本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因为当 因为当时我 咨询的时间是下午5点 所以他正在开记者会 之后我去看了 就是我们食药署的 这个公告网站上面公告的这个部分 他的每一项 几乎就是高端当天 那个所谓的那个总经理在报告 他完全 比如说二期的安全性要有3000人 然后最后一季接种要追踪一个月 然后要累计两个月的安全的一个 资料 还有要有65岁的一个 的一个标准 甚至他都透露说 他那天在记者会 我后来我倒回去听 他说 他们会去 收集200个国人接种 AZ疫苗的一些 免疫原性的结果来对外 当作对照主 那对照 对照主就是说他的 效率不可以比AZ差 所以他才去提到 这样子他们就是用 去做跟AZ去做对照 然后才免疫原性 其实大家都听不大懂 这个 专有名词 就是综合抗体来作为替代的疗法 意思就是说 我们 高端做出来的这个 我们会去找200个 已经从3月份 就开始打了AZ疫苗的这些民众 然后呢 当作是对照主 那他身体里头产生的抗体 综合抗体 他的效果不会比AZ差 那这样子他就让他通过了 所以那天我是很生气的去骂了次长 我说 你去年10月的时候 其实在他6月10号公告了这个 EUA的一个 提报的 标准作业流程的时候 他之前他就已经自己申请了两个EUA 大家应该记得AZ跟Moderna 那这个AZ跟Moderna的EUA 是根据美国的FDA 所以 院士跟很多的专家学者说 这个 这个标准只有一个啊 就是FDA的 对 那我 我可能跟大家念一下 FDA的 在官方的平台上面 他们公告新冠疫苗 EUA的指引包括哪几个 第一个就是厂商一定要进入第三期的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才可以去 去提交这个EUA 首先这一题 我们高端现在是 拿不到这个标准 对 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提出 至少当时有3000人以上 要做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的受试者 他 对 就是说你一定要进入三期 而且一定要进入到三期 一定要进到三期 而且已经要做了 也已经有3000人的受试者做完了 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说根据的不良反应 至少要追踪两个月 至少要追 就是说你要进入第三期 已经有3000人了 然后也要追踪 两个月的这些不良反应 而且这是每一个都要符合 对 那第四个就是说 同时必须要在第三期的效率 要研究要提出 这是中期分析 达到50%以上的效率 才能够证明自己 才可以证明说 我这次疫苗可以 继续完成第三期的计划 第五个他 那个FDA有要求 50%以上的保护力 就是跟WHO一样的 所以因此呢 这指引就对第三期 就是 只要求3000人以上 实际上可能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需要做到3万人 所以这个就是谈谈大家讲 第三期 可能要做3000人到3万人 他才可以达到 FDA要求的 50%以上的一个保护力 所以他是12345 这五项都要达到 可是目前6月10号 6月10号 大家可以去上食药署的官方网站 他就在公告的这里头 他就是 他就是只有说 国产疫苗二期的临床试验 所得综合抗体的效价 必须证明 不列于 就是没有比AZ差 不列于AZ疫苗 这样子他就让他通过了 当然他最后 最后你去看他的公告 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食药署作为我国药品 审查的最高主管机关 我们一定会捍卫 全体国人的健康跟用药安全 对于国产疫苗的制程管控 要独立 试验跟临床试验结果 都会进行严谨的审查 并经过专家会议的审查共识 而且会在紧急公卫的需求下 确认疫苗的使用效益 要大于风险 才会核准他的紧急授群使用 所以目前应该是 高端的解盲 记者会 之后他可能现在在准备 资料要送食药署 但是我相信 我还是要在这里呼吁 我们政治不要去指导这些专业 科学的专业 我希望能够 我希望能够让 这些专家会议能够 秉着他们的专业的良心 好好的去审查 好我们看到 大概是我的 对 FDA这边有 我刚 那个 比伟也提到五项嘛 对不对 那蔡总统他也说了 他是说要依照 这个国际科学的标准来审查 但是大家再来想一下 在高端解盲这一天 你就觉得这个不符合啊 对就不符合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 他现在是要提出来 我们希望 我们是要数的这些 医药专家 能够秉持你的专业科学 真的要好好的去审 好那另外在高端的部分 现在国内我们都提到 还没有进入到第三期嘛 就可能就是要来 进入到一个EUA的申请 但是 我们在看到在美国的部分 FDA其实在上个礼拜 就说如果药厂 现在还没有来 申请进行授权的话 在这一波疫情结束之后 就不再来授权EUA了 所以表示说 是不是未来我们的高端 还有吉林亚部分 是很难取得 有可能 有可能在 按照这样的实程上 看起来是不大可能取得 好所以大家 现在对于这个当然说 希望赶快最快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现在 全民都有疫苗可以打 那也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数据是真的 有成效有保护力的疫苗 因为确实在这个疫情 现在其实还是持续严峻 虽然昨天的人数 大家看到确诊人数 好像稍微是下降一点 但死亡人数 其实是降不下来的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你会发现 疫情指挥中心 他一旦碰到假日 尤其是礼拜天 他的个案数就会特别少 礼拜天跟礼拜一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筛检站 他6日 他6日 假日他就没有开 就是说你筛的人相对也变少了 所以 你爆出来的确诊数 就相对会变少 你去发现上礼拜也是这样 然后 昨天这个礼拜也是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死亡率 死亡的人数 基本上他 不大会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 其实这一波 端午节大家的一些移动 我还是会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 大家做好防疫的工作 还是不能够松懈 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 那其实刚刚提到 好像每次到了周末 特别是礼拜六 礼拜天 你就觉得 大家好像觉得人数少一点了 那其实并没有 刚刚委员也讲了 甚至委员也实际 在端午廉价 你也来到了快筛站 对吧 你看到这个怎么样的景象 你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真的疫情并没有好转 快筛站就是 现在和平是快筛站是有开 但是相对的人 来筛检的人就变少 那甚至有些 有很多的快筛站 他假日就没有开 所以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以为 爆出来的人数变少 就可以松懈了 我 感觉上是这样子 那很多现在来 快筛站 尤其是假日的 我看到了都是 一家人一家人 以前都是一个一个 现在几乎都一家人 其实一个家人里头 他只要阳性 几乎全家人都来 都来筛 几乎都也都会是 呈现阳性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真的 要非常的 谨慎的一个 的时间点 尤其是端午年假 可能大家都 还是有些人忍不住 还是回乡了 还是去跟家人做一些 的一些团聚 所以这时候 其实 我国的国情 当然团聚不免 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 勤洗手这件事情很重要 其实是勤洗手 然后好好的 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要把口罩戴好 尤其是在家里头 所以即便现在在家里头 因为我们一再提醒大家 其实这段时间 看到确诊的部分 很多都是家庭的传染 对 对 家庭的传染 都是家庭的传染 那都是一个人只要阳性 几乎全家 其他几乎整个家族 都会是阳性 因为大家可能在外头 你还是会比较警戒 口罩戴着 但是你回到家里就放松了 特别是在这几天的廉价 一再的提醒大家 但是还是有人忍不住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 在部分地区 甚至是我们今天有看到 在宜蘭或是基隆 这些 还是有人跑出去玩了 甚至没戴口罩 对 所以大概就出门 其实是行洗手很重要 再也不要乱摸 很多有时候小朋友 那个公共守护梯啊 就一直摸 其实这些都不要乱摸 那随身攜带的一瓶 就是小瓶的这样的酒精的喷液 如果在外面真的没有水可以洗的话 那在家里头 其实家里头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那个家里头的玩具 或者是餐桌 我每天都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因为这一波真的是看起来都是 一家族一家族的 这样子的一个群聚 之后就感染了 这个大概是端午节要提醒 各位观众朋友的一个叮嚀 好 请大家记得勤洗手 然后在家里头也不要 掉以轻心 这个口罩尽量 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话 更要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